歡迎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跟我們聊到就是 陳建宗透過辛勇哥物語 有人認為說他的這些爆料的過程當中 只是想要展現他的所謂 某一部分的政治實力嗎 但他有些爆料又在最終 看似有點小錯誤 是要保護憲民嗎 包括你看他也爆料說 小英曾跟AIT說 或扁被關的話 對民進黨比較有好處 這個講出來就又會挑動 民進黨內某些的情節 剛剛昆成說 其實在民進黨內部基層 對於陳前總統 或是對於現在蔡英文總統 都是充滿了所謂的同情 但是剛剛易富哥想要補充的是什麼 包括高雄的東西的爆料 我覺得陳水扁的爆料 尤其是高雄那一段 時間的措置會產生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的問題 因為等於說是感覺好像是 我劉士芳退之前我講好你陳菊上來接總統府秘書長換取劉士芳退 這裡面就涉及到選舉罷免法的錯言之堂條款 這裡面也是有法律的問題 所以你那個時間稍微轉時間點錯字的話 馬上會發生法律問題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蔡英文對這個講話會有一點在意 這變成交換說 大家都知道陳其邁是屬英派 所以你變成好像我在條件交換 你陳菊上來 你劉士方退讓陳其邁選 這變成錯言之堂條款 這是馬上面臨到法律上的問題 你說跟AIT 我比較難以想像跟IT的對話會流出來 因為AIT向來不會去對總統的對話多說什麼 就寫報告直接往 可是不是有危機解密嗎 危機解密就是報告寫完了以後 送出去以後被人家拿出來以後 文件外流的解密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危機解密還是有很多解不出來的 因為有些是用代號 如果是代號的話你根本解不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比較納悶說 跟AIT那個密會 大概要談關鍵的事情 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回答 這件事情上面我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我希望那麼蔡文總統包括法務部 那麼也跟這個新勇哥物語等等 雙方都要適可而止 冷靜嗎 冷靜要適可而止 現在有點意氣之爭等等 那麼新勇哥物語當然他有他的消息來源 其實郭文雄已經講到 我們媒體也常常會故意寫錯 寫錯以後讓你查不出來 不知道特定是誰 那當然要真的要查 沒有查不出來 那都可以刪除的東西 全部可以還原了 那麼雙方都一定要保持冷靜 那麼其實總統 尤其蔡英文總統 講話的時候 你的每句話都是代表總統 所以呢你明明講到 這個你回應就會變成政治事件 這樣就好了 你下面又補一個對這個 等於說保外就醫 你就多了 多此一舉造成無謂的聯想 我那天一聽到這個我就說完了 一定有人大作完了 果然有人大作文章嘛 大作文章就變成總統在介入相關的 這個等於阿扁到底要不要繼續保外就醫嘛 那聽在扁年會跟一邊一國 跟很多的那個相關的阿扁們 他這些成員裡面 我聽到也懂得不懂 對不對 因為這樣是不是威脅要那個呢 很多台灣人的感情是這樣 阿扁的事情 法律的事情 現在對阿扁的法律 到底有沒有犯罪 那是一回事跟對他的感情是兩回事 所以呢 處理阿扁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蔡英文總統是燙手三餘啦 但問題是處理的事情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我最近意外發現一件事 那麼事實上呢 台灣在邱泰山上任了以後 法務部長以後 全台灣的監所跟看守所主管已經 大動搖的三餘堂年 只有一個人始終對他是不公平的 那個是前台中監獄的點獄長黃維賢先生 他橫跨馬鑫九時代跟這個蔡英文時代 各位大概不知道一件事 上個月悄悄換成邱鴻基 邱鴻基是誰呢 邱鴻基是用矯正所的副署長去接過台北監獄的點獄長 各位啊 台北監獄一定是天下第一大監獄啊 上個月突然間來接台中監獄的點獄長 那麼邱鴻基事實上比起黃維賢來講 他是在阿旁處理阿旁這件事裡面 他比較溫和保守 他就沒這麼煞了啦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雙方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要保持冷靜 然後呢 兩邊在講話的時候 希望彼此 那麼在 為了台灣好啦 我說我難聽就是這樣啦 為了台灣好啦 也為了你們自己好 能夠自我克制 那麼我相信支持者 才會覺得不是自己剝離反自己 自己人砍自己人 好對民黨來說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呢 當然除了台北市 然後陳前總統的相關的問題之外 新北市其實很重要 新北市對民黨來說是有希望可以把它拿回來的 但是我們看到國民黨這邊他所營造的氣勢 是不是說4月6號的結果就已經確定是侯友宜了呢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侯友宜喔 在這個帶著雙北的年輕議員 一起來做活動出席 好像媒體都已經聚焦在這一位母親身上 帶你來看 謝謝 加油 謝謝 加油 虎友宜 代表到立法院要成立藍色系力量 成員一個個級長 有比這個更年輕的康瑟嗎 文綺跟紅果 來我們三位一起來 你再聊呢 來 紅果 要選桃園市長的陳學聖 送上好彩頭新北享選議員的胡文綺當主持人 後面一整排都是國民黨各區享選議員的人 北北桃年輕人 侯友宜身邊對屌屌 拜託大家給我一點機會 我也是新人 我要一個新人 大家可以有一點機會 就像給新人一樣 我們都是新人參政 給新人機會 侯友宜資歷是新人 年紀不適了啦 大家笑成一團 國民黨好久不見的和樂氣氛 在立法院上演 國民黨 加油 國民黨 加油 加油聲 這麼大聲 遠在另一邊的周錫瑋也聽到了 滿滿的不失滋味 到底用了多少政府的資源 來壓抑地方的民間團體 讓議員必須要陪著侯參選人出來造勢 我覺得都是一些反民主的事情 國民黨新北市長民調前夕 周錫瑋上節目談政經 想要願景換信心 侯友宜用龐大號召力 證明自己很可以 三天新聞 許錫瑋 許錫瑋先讓我幫我等 許錫瑋 好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部分 不論是台北市新北市 甚至於連桃園的陳學勝被選上代表國民黨來選 桃園市長成員都一起出席在立法院當中 而且這已經不是侯友宜第一次了 但民進黨內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現場有新北市的總召李坤成議員 坤成議員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游錫坤在利用一種方法展現他的政治實力 他同樣也是帶著小機油 包含你在內十幾位的議員是站在他的身邊 所以現在就是變成是兩位天王在一位終身帶等著民進黨的黨中央來做決定嗎 因為現在就之前三月十五號我們現任議員也超過半數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希望說游前院長能夠再出來 那一次等於是隔空喊話了 那透過媒體讓這個游院長其實也是讓黨中央知道說 其實在地方上我們這些基層議員對於這個游院長出來 其實我們有信心的也有這個期許 那當時有人說一門是薄板麵啦這個草新聞啊 那其實我是 是為了初選啊 我也不用初選 我也不用民調其實也不用 好那現在這個新北市的初選也過了 那所以這個在上個禮拜六我們也找了這個 我們現任議員那包含這個初選過了大概也有一半的 這些新人提名人我們一起再去請益游前院長 那當然就是有這個現任加新人 那也是超過大概快二十位左右 那所以那游前院長當然心態也有一些轉變 因為其實在我們3月15號開完記者會之後 那其實在心態上有稍微做調整 之前他就說不選 那現在就是說這個黨徵招 那可能之前不選可能或許黨徵招他都不要 那現在是如果是黨徵招 那他這個綜合評估黨徵招他的話 那游前院長就願意嘛 因為他就說這尊重黨的徵招的這個程序 所以這心態上面游前院長也做了一個調整 那所以說其實在現在的這個情況看來是 民進黨我們這些小基其實是 第一個是希望說四月底 如果是洪耀縛面書上講的 四月底這個民進黨候選人要確定的話 其實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在四月底之前 趕快能夠確定 那所以我們這些現任的包含新人 當然希望說我們比較喜歡的 或是我們比較其實有默契的啦 因為其實游前院長之前四年前 跟我們一起這個並肩作戰過 比較有默契 那是不是這個就是能夠來徵招 這個游前院長來這個來參選新北市長 那當然因為這是徵招 徵招黨中央要考量就很多了 包含民調 包含這一個集成的議員的反應 或者輿情 甚至全國的那些立委一起來站台 可能他也要考慮在內 那怎麼樣跟這一個台北做互動 或者說未來新北就是全台灣的領頭羊 那怎麼把這個領頭羊的氣勢塑造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國民黨在4月6號 大概這個禮拜這個候選人就確定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民進黨 寬城 新北市 對 新北 我們開始要來 它不會受到台北市的影響 台北市如果是科P或不是科P的話 現在三個人選 台北市因為現在大概會更晚 可能到5月或6月之後不會太早 所以會變成是新北市會比台北市還早 所以說那新北市目前這個形勢來看來的話 那當然由院長 蘇院長 包含吳秉瑞委員 那就三個 那由院長大概比較沒有這一個 比較不會尷尬的情況是說 如果今天是蘇院長出來 那怎麼去處理這個吳秉瑞委員的 這部分的問題就變成蘇院長 他必須要處理這個 這個就會有點尷尬 那可是反正這個東西就是 不是像黨中央所謂的施壓 我們這些小鸡也沒這個能力 可是就是像黨中央表示說 其實基層是有這個新生 那希望說也能夠重視這個新生 其實上次的黨團這個總庄交接 那洪悠福秘書長他有過來 他其實他也看到了說 在場這些議員對於郵院長 對蘇院長的一些支持的一些 其實他都看在眼裡 他看在眼裡但是有沒有跟你們在 就是私底下聊一下 黨中央的決定或想法 不會啊 因為這個是黨中央來決定 他知道我們的意願 那也知道說我們的意識是怎麼樣 那其實我認為秘書長 還會做一個評估 他也不用跟這一個 我們這些小鸡講說 他覺得應該怎麼樣 甚至我知道說他也還沒有跟兩位前院長 郵院長 蘇院長 有去 現在有去徵詢 都還沒有 還沒有 都還沒有去徵詢 所以我想可能是要等到這個禮拜 國民黨候選人確定之後 他才開始後續的這些徵詢的動作 當然第一個要有 有沒有意願嘛 那有意願在講說 那接下來的條件是怎麼樣 怎麼樣去做處理 我想到時候可能黨中也是必須要讓 大家有一個比較一個公平的一個 一個說法啦 就是說今天為什麼是徵召某人 不是徵召某人 那他到底這個強項在哪裡 那怎麼作為這一個未來台灣的 這個年底的選 你認為除了民調之外還有什麼要考量的 那當然 你剛剛說比民調嘛 因為現在你看藍綠都是用比民調 除了民調之外 因為徵召就是除了民調之外 還有 譬如說或許我們這些小鸡 開記者會表達基層的一些聲音 可能也是民調參考的一個結果啦 我想啦 來 郭誠哥 你怎麼來看 就是說民進黨的部分 台北市基層反彈成這樣 那議員的表態都很明顯的 所以柯文哲就面臨說民調很高 但是不敢提 新北市呢 新北市如果說現在 這個游錫坤有這個基層議員站出來 大家就說那這個是不是 綠的天王當中底下在角力也出現 我想新北市的狀況跟台北市不太一樣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剛才節目前半段講到說 這個民進黨高層有可能跟台北市的現任市長 還有陸府密談這樣子的橋段 對 那他總不可能跟新北市的現任市長陸府密談吧 好 應該是不至於啦 所以呢 那這個新聞就大條 那新聞就大條啦 所以新北市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民進黨就是應該要堅定意志 這個順應這基層就提名在新北市 有辦法勝選 曾經參選過的這種天王也好 或者是優秀的在地人才也好 我認為這個跟台北不一樣 因為這些譬如你說像這個吳炳瑞立委也好 還是說我們現在講到游院長也好等等 他們一個不是有選過就是在地耕耘已久 這種情況其實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沒有強而有力的一個輔選一個提名的話 這個會比在台北市更容易被人家攻擊 台北市的話你說還沒有這樣的局面 而且柯文哲至少上次參選的時候 他的立場相對來講也還算說他不是藍色 也是有個比較白色 他說他自己墨綠等等 那時候挺還比較可以說挺得下去 但是你現在新北市沒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再不提名或不強勢提名 不強勢輔選的話 我想這種遭遇到的排山倒海的壓力 還是對你整體的這種影響 跟台北市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於這個民進黨來說 其實他的新北市應該是很好做決定的 這個瑞德哥你不覺得嗎 因為就像不論是蘇貞昌由錫坤都有知名度 也都有選過有基層實力 那麼吳炳瑞現在這樣跑一輪又有這麼多立委造勢 那麼現在要一直要等到國民黨人選確定 那國民黨人選感覺上好像沒有懸念 也就是侯友宜啊 對沒錯那麼剛剛國人兄講話裡面有玄機啊 他說在這個新北市台北線這個選舉過了 那就兩位嘛 就蘇貞昌跟游行的吧 那事實上這個當然我知道吳炳瑞啦 這個等於說中生代的民進黨裡面呢 那麼確實啊 那二十年深耕這個新北市等等啊 但是有時候這個選舉是選舉的是誰 成功不一定這次一定要載我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 所以我不願意離讓給誰 阿扁就是這樣 比較有時候出來做台北市長 出來做這個總統啊 那成功不一定載我 但是呢有機會 那麼你一定你叫少年 還是會有機會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剛剛聽到一個堅定意志 這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急 像昆仑他們為什麼會急 新北市很大耶 新北市是非常非常大耶 因為現在開始走 走到蔡英國的歷史倒票 我說你馬不停蹄 每天走 你看他走多少 由錫坤由院長 因為剛剛講到重點是 蘇貞昌當然很好 那當然蘇貞昌有他大弟子的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很尷尬如何面對 那麼如果是由錫坤由院長的話 我會覺得很多的新北市人覺得欠他一個公道 他上次在完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麼他事實上在板車 好像要找一個地方有 要辦那個都被刁難嘛 就是選錢之業 對在如此的情況下 本來那時候 那麼敵對陣營本人說要贏他20萬票 還有人搶聲說最沒辦法25萬票 嗯 結果開票的時候 前兩個小時竟然都是他領先 所有的人都說 應該國民黨的票倉還沒出來 結果沒想到開到後來 朱立倫我相信 嚇出一聲兩人 兩人都綠了 兩人四平票而已啊 那麼當然這一次這個 他的對手是這個侯友宜 那麼侯友宜現在也搞一個藍色力量嘛 對吧 現在都習慣什麼力量力量的那幾個對 而且感覺上 好像國民黨是不是的母雞也變成到新北了 對 因為變成說 他的中心點代在這個地方 他希望從 因為最主要還是侯友宜 他自己本身在目前為止也民調 他那個高民調這是一個事實嘛 所以呢 高民調那麼 也只好挖一嘛 你民調高就那個林志玲 這個人氣高 我就挖林志玲 真簡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等於說這個指標嘛 那麼不要忘了喔 騷擲騷擲的 連接棒棒的 下禮拜人高民黨人選就出來了 對 你不能再贏了耶 你不能再贏 那麼給吳秉瑞這個去努力去跑的時間 我也肯定他六十幾場辦的那個積木 婆婆媽媽積木辦的不錯啊 但你民調必須要拉開啊 你民調如果還是拉不開 那就沒有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雙北 很抱歉是用徵召制 不是用你所謂的那個黨內初選民調嘛 對吧 所以誰到底有辦法 那麼尤錫坤尤院長 我曾經跟他深談過一次 我完全對他改觀 為什麼呢 就那時候他騎坑民車去環島一連就對了 我跟他談過 尤錫坤尤院長啊 害我少賺八百萬 那麼台灣在巷神颱風的時候 我們國外大十幾 他們家應該一站樓 然後水退了以後 一樓 我老婆跟我講 他也跟我講說 對方要賣兩百萬 我考慮一個禮拜 我想說他賣一站樓 我考慮一個禮拜以後 結果被人買走了 兩百萬 沒想到尤錫坤 我們把圓山紙分房道弄好了 從此以後 細紙不淹水了 你知道那個房子 現在一千兩百多萬 所以小朋友 我現在不是要八百萬 我是要一千萬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就跟游院長講這個事 他雖然年紀比較大一點 人家說什麼五戶千歲 但我發現他的腦筋裡面 其實是蠻不錯的 跟年輕人是可以契合的 他不是說我年紀多 就固步自封 平行而來 民進黨為什麼 真的集齊這年紀比較大 就是因為一些民進黨的政敵頭人 他們的腦筋思想 還是留在那個比較中生代以上 我們比較古板手舊的 尤其是游院長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 不管是他 還有所謂衝衝衝衝衝衝 那麼我知道一件事情 國民黨後禮拜就出來了 那麼他們兩個如果出來 他們兩個人出來 當然是希望說 台北市的外衣效應不要出現 會打擊到士氣 那如果他們兩個人出來的話 至少也有一個可能 因為你如果民進黨在台北市 沒有提人嘛 背水一戰有時候反而會有這麼拉 算機算機的水 在四年多以前 柯文哲還輸給林勝文 十個百分比以上 那是那個死咬起來之後 一發不可收拾 一夫哥如果是這樣聽下來的話 會不會感覺上好像是 尤其坤又有基層力挺 然後瑞德哥也說你看 害他損失八百萬 所以是尤其坤比較好 所以這個風向會吹到 變成是尤其坤那裡去 我覺得民進黨未來 無論是徵召誰 其實都是一場很艱困的選戰 其實大家一直在談 2014年 我看法可能會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2014年第一個 大環境來說 馬英九的執政不利 各位不要忘記那一段時間 各地都可以看得出來 票頭摸摸摸等於支持馬英九 那一個布條出現的時候幾乎等於是負面文宣 我說第一個那是執政不利的狀態 第二個 2014那一年選舉的主場是擺在台北市 就柯文哲面對連勝文那一場選戰 其實新北市認為他要贏了 所以都很低調 沒有去扮演那個主角 主導的角色 反而是在台北市主導 沒想到連勝文敗土地 那當時的柯文哲對所有民進黨的選舉 叫正面效益 對 不像這一次我們在討論負面效益 第三個就是 當時爆發了一個頂心的那個事件以後 頂心的土地變更暗 那是一連串的事件 把整個朱立倫壓下去 而把游喜倫抬上來 所以那兩萬多票 並不是代表著說 在2018年 這是游喜倫競爭的基礎 就是說我從輸兩萬多票開始吧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誰 他都是一個非常艱困的選戰 那侯友宜對上任何一個人 其實侯友宜現在的民調 包括他面對那個來自於周錫慧 或是黨內的藍綠的整個 就不一樣的顏色的一個攻擊 我覺得到底會有多大的傷害 我倒覺得並不會很嚴重 我不會啊 因為各位回頭想一下 7月1號公教年金實施 如果大家趕得快 真的立法院把他公快的話 是均而年趕7月1號實施 如果這些一下去 大概這一些所謂的國民黨藍營的 比較偏藍營深藍營的票 大概都會回到陣營去 我覺得我倒不覺得說這一段時間的一個初選 會對侯友宜造成太大的傷害 然後其實侯友宜他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說他雖然在市政當期 但是其實他還是有一種素人的性格 我譬如這樣說 不管是台北市的議員候選人 你是朱立倫的人馬 或你是好龍斌的人馬 打個電話說 希望他能夠錄製電話錄音拜票 他都答應 所以藍營的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12位通通都 這12位裡面有朱立倫的人馬 有好龍斌的人馬 還有洪秀柱 還有洪秀柱的人馬 唯一就是沒有吳敦義的人馬 那這一場會 其實周錫瑋也不要太 就是太吃味說他去黏這些人 其實是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本身是參加一個協會 很多是協會的成員去組起來的 所以我想要問 郭委員 但是現在 侯友宜的民調大家都認為他是領先 但是周錫瑋他意有所指 說我民調已經贏他了 但這個他是誰 他又不願意明講 他只說他是最有能力能夠打敗 民進黨的就是我周錫瑋 所以說4月6號出來 真的就是侯友宜嗎 你看這個民調還沒有出來 相對於台北市 我們反而是常常講說 國民黨台北市就是丁手中 但是呢 台北市的跑到新北市去找侯友宜 應該這樣講 當然要新的參選人 他想要曝光 他曝光的話 他一定會去黏著 比較有希望當選人 也就是說媒體會比較關注的候選人 那你看看 這一群年輕人 國民黨這一群要參選年輕人 他們去黏著侯友宜 而且沒有去黏著周錫瑋 那就可以看到說 在基層的反應 是民調是誰會比較高 那當然 那為什麼不黏著丁手中呢 丁手中還沒有 丁手中也有 他們 我跟你講 那是你們 只是媒體會 因為丁手中現在在台北市 每一個區塊 都在辦那個問見說明會 可是他每辦問見說明會的時候 所有的那個試驗參選人 也都有去 也是有去 只是說沒有沒有 沒有在媒體曝光 媒體曝光出來而已 真的嗎 那再來講就是說 那周錫瑋 對周錫瑋來講 你要參選人 總是要打打氣嘛 你總不能參選人 就是要我問輸啊 我現在已經輸掉了 那你還嫌什麼嘛 你說贏 他民調贏過誰 是不是贏過那個金劍獸 所以那個他 所以也應該 應該那個他是誰 也代名字 對他當然也不好名講 那個 那事實上是這樣 國民黨本來就已經確定了嘛 我們4月6號就可以那個 提名 就可以提名確定 就可以民調 因為黨有一個機制嘛 那其實反而那個民進黨很尷尬很怪 就是說你台北市 你都可以禮浪柯文哲的 你都可以禮浪 那去新北市也可以禮浪 我都建議他禮浪 禮浪誰 因為你現在 禮浪侯友宜嗎 怎麼可能 不是禮浪侯友宜 我認為侯友宜是那個藍皮綠骨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說要禮浪給 侯友宜不希望你們禮浪 侯友宜 國民黨就會提名了嘛 那我意思說 像你們的羅志正啊 吳秉瑞 雖然那麼努力 那希望就是說 在新北市 民進黨希望 能夠有年輕的世代交替 可是那兩個人只是兵啊 不是將啊 所以沒有辦法嘛 所以才會想到說 要把再把五五千歲請來嘛 那對於我們知道 蘇貞昌跟那個蔡英文 他們本來就有心結在嘛 那兩個人不對盤 這個也不是新聞啦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蘇貞昌一直在幫這個吳秉瑞嘛 那他幫吳秉瑞跑成這個樣子 那萬一他自己要出來選 那他面子要往哪擺啦 那也不見一定聖閒 那萬一落選呢 萬一落選了以後 那蘇貞昌是不是理直面子都沒有了 對 博委員也覺得 比較可能是尤貞昌 那尤貞昌 尤貞昌很在意人 那講他五五千歲嘛 因為五五千歲 是蔡英文的親信講出來嘛 所以他很介意嘛 那其實我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 其實大家在想說 那個台北市 到底時代力量的林產卓 會不會出來選 林產卓不會出來選 因為林產卓 他們提了一些市議員 他要的是誰的票 要的就是那個年輕人的票嘛 他們怕林產卓出來選的話 那反而對 他所謂母雞帶小雞 是不利的 會才死小雞啊 因為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不會去投給那個 投給那個時代力量的人 可是在新北市來講的話 我是建議時代力量 要自己提人 你看看那個黃國昌 黃國昌你看黃國昌 他那時候打那個金融弊案 還反那個旺中的那個 集團的那個媒體壟斷了 其實他的知名度打得很響 尤其他在打弊案那個 那他在整個的利盈的知名度裡面 他是等於是支持度很高啊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黃國昌 黃國昌他自己在一個 好像蘋果的一個什麼 一個直播的節目 叫什麼八方聊天室裡面 他有講啊 對對 他自己講說 讓我們從地方執政開始吧 他也很想啊 那對他來講 他只要出來參選 他是穩贏不會輸的 因為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抄兵嘛 抄一隻兵嘛 那縱使弱選也是贏 他弱選也變成什麼 變成市長未遂嘛 那市長未遂的話 也代表他也是一個可以選市長 民進黨禮讓黃國昌 不是 對 應該禮讓他嘛 不然不禮讓的話 黃國昌也自己出來選嘛 可以 有沒有可能 選輸也是贏 選贏也是贏 他抬到他自己的身價嘛 沒有沒有 我覺得你要記住一件事 當初做政黨民調的時候 時代力量 在新北的民調好像是9%還7% 黨主席所在地 桃園那些沒有時代力量議員的人 每一個縣市都是2 30% 10幾% 15% 20% 可見你就看到黃國昌在新北 有什麼影響力呢 今天不打 我說我講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提議啦 國民黨當然希望是說 時代力量也出來選啊 不是啊 時代力量 但是我剛才講 他選贏也是贏 他選輸也是贏啊 他選輸也是可以抬到他的身價啊 國民黨的仰謀啊 國民黨對於時代力量喊話 但是佩儀我想問的是說 其實沒錯 從上個階段 我們都一直有提到林常佐的存在 那麼對於年輕人來說 怎麼樣來看 就是時代力量可不可能派人呢 林常佐他自己說 就是不排除 如果說民進黨要有整合的話 不排除 一起來整合跟討論 他講這個話 我覺得是很吃民進黨豆腐耶 我覺得是吃民進黨豆腐 因為根本就還沒有人在說要禮讓 都還沒有討論到這邊 他就已經在說可以來整合 那對他來說好像姚文志委員 好像以前副總統 他真的都沒有在這個選項裡面 好像說如果要禮讓的話 就是要考慮跟時代力量來整合 我覺得這個是更沒有 我覺得更不應該在討論的選項裡面 因為我覺得時代力量是 你說這一兩年也好 他跟民進黨在很多的立場上面 也是不相同的 不能說平常在執政的時候 要監督你的時候 我立場跟你不一樣 等到選舉 希望你可以禮讓我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來整合 不可以每次這樣 一到選舉要提名的時候 整合就馬上要變成兩套標準 平常的時候 是跟你四死在靜坐捍衛到底的 不可以一到選舉就兩套標準 跟柯P為什麼是兩種標準 對 我覺得你是兩種標準 好 要講完柯文哲 柯文哲 我兩種標準 對啊 我兩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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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柯文哲 平常組也不能讓 平常組也不能讓 柯文哲也不能讓 就是要看你們平常時候 跟民進黨合作的狀態 我是說 平常組自己說 要來跟我們整合 這個是在吃豆腐 不過我剛剛看到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那個畫面 是那個藍色新力量 用胡文哲 他自己說 國民黨過去沒有給年輕人機會 現在應該要給年輕人機會 不然 不會像之前一樣 親黃不接 但是我覺得剛剛那個看起來 比較像是 一群年輕人在幫侯友宜 我覺得是要幫化妝 在點妝 你說小雞 母雞帶小雞 因為我看到我們選區的 台北市的 也有一個國民黨候選人 也跑去那裡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是希望啦 如果真的有這個藍色新力量的話 是真的可以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讓我們看到在初選 比如說在這次國民黨初選制度裡面 其實是現任保障啊 如果國民黨真的想要給年輕人機會的話 應該要從制度層面 真的讓年輕人 新人參選有一個比較好的問題 有啊 有啊 他們也有加權啊 新人有加權 新人都現任保障啊 對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麼在兩岸關係的部分 中共的軍機又來擾台 而且這一次不只是親門踏戶 又再度發生了就是在我們的航空識別區當中呢 有彼此除了有逼近之外 還有彼此嗆瞎的狀況 我們帶你來看制度報導 共軍軍機親門踏步 這回直接飛進我國南方APID 防空識別區還大聲回嗆空軍戰管 真的好大口氣 這是27號共軍大陣仗 4小時內出動3P次戰機 遠海航訓 直接在我國APID周邊 不斷傳說挑釁 這時我放IDF以及F16戰機 在空中訓練 立刻辦非事情 戰管人員9次廣播警告 要求共機飛離 卻被當耳邊風 直接回嗆執行 訓練中行徑相當囂張 彷彿把別人家空域當成自家後院 更讓地面上監聽人員擔心 雙方在空中爆發衝突 這是今年共軍第三度 逼近我國空域 兩會後解放軍軍事行動 越來越誇張 也看得出中共對台動武的企圖 從未減弱 3075 黃大鋒 陳也豪 台北 陳老島 好 我們看到的是中國 對於台灣相關的文攻武嚇 是沒有停止過 包括國際上面的壓迫 或者是前置我們的空境 也是越來越多 但有趣的就在於 4月1號是昨天羽人節 大家都知道 他們這個官媒 就是環球時報 他說反台獨要鎖定賴清德 而且要調查審判 他的分裂國家的罪行 要全球通緝賴清德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賴清德 就是上個星期在立法院 回覆賴世保的尋答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中國要統一台灣 那非但對準台灣也是事實 而我確實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我主張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得了了 環球時報就說了 你看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台獨的宣傳者 所以他現在要來對賴清德實施全球通緝 國城之歌這聽起來好可怕 好像那種十大惡人 或者是我們看到那個兵拉登有沒有 全球通緝 這真的可以做得到嗎 其實嚴格講 依據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 是 中華民國也是一個非法組織 那個基本上 你只要沒有主張統一 你在中華民國政府裡面任職 不管是什麼職務 廣義上來講 都是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 所以通緝刷區關 所以看他要不要認真 這當然這樣的講法是政治意味居多 而且他有一點區分的意味 也就是說 雖然民進黨還有台獨黨綱 但是他也很刻意 就是說也不是所有的民進黨 他都認為說你是台獨工作者 反而是像賴清德院長這種 他就給你點名你是台獨工作者 這個有一點在製造這個分化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文攻武嚇都是相對的 像譬如說這個點名 這有點像是文攻 至少他當然也沒有期待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就讓台灣的政治人物 不敢強調自己的政治意見 或者是真的在全世界 在賴清德出國都把他抓到 也不會 他只是要提醒 他還有一個反分裂國家法在 這件事情不要說定了很久了 大家就假裝忘記了 或者是沒有提就忘了 但是選在4月1號宜人節 大家就會覺得這是開玩笑 沒有辦法嚴肅 因為基本上4月1號在兩岸都不是國庭假日 所以也不是紀念日 所以他大概不會特別考慮這一個特殊的日子 而是針對這個賴院長的說法 這個在政策上他必須要有的反應 而且他一方面是講文工 一方面就是武嚇 像譬如說剛才影片講到 他的飛機不斷地接近我們的空域 然後我們跟他有所通話 他還表示說他在訓練 其實感覺上來講 這是好像聽起來很嚴重 但是就世界各國軍機攔截的慣例 最危險的狀況是彼此之間無法通聯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就沒辦法判斷你的意圖 你也沒有辦法判斷我的意圖 攔截方沒有辦法判斷被攔截方的意圖 被攔截方也沒有辦法判斷攔截方的意圖 那麼就有可能在空中 因為無法了解意圖或誤會發生 擦槍走火 因此能夠建立空中的對話 其實當然那個對話內容我們聽了不喜歡 但是就專業的角度來講 還算是一個相對比較緩和的表示 他還願意跟你對話 而且他現在說我在執行訓練 說老實話他飛到這裡來 他不是執行訓練 他在幹什麼 他如果真的要開架 他如果說他完全不回話 我們怎麼呼叫他都不回話 這個可能在狀況上來講 反而是比較嚴重的 或者是說他說他不在執行訓練 他如果講一套說 我在執行祖國統一大業 或者是說這個台灣是神聖的領土 諸如此類的政治宣傳語言 這個都比他簡單回覆說他在實行訓練 要來的更加嚴重 他說他在實行訓練 這本來就是這樣 他飛到那裡不是實施訓練 難道是準備在進行公事嗎 那就更危險了 所以這個我們當然就是密切保持警覺 但是也不必看得太緊張 好 坤城但是我們來看到 包括這個賴清德被中國全球通緝 我想就算他被通緝 他應該也不會改口說 我現在就支持同意 他應該是揭秘說我是台獨工作者 這個對於民進黨籍的 這個所謂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政治人物來說 確實是不會達到嚇阻的效果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說 如果他今天鎖定的是像吸收台灣人才 中國的銀行為台生什麼 開闢專門錄取通道 這個感覺上這種懷柔的政策策略 會台的措施一步一步出來的時候 反而是比較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環球時報這樣講 是有在拉台這個賴清德的這個政治的實力 因為就是把它點名就是說 是鬧矛盾嗎 就是說你這個是這個台獨的政治工作者 我們叫全球通緝你 其實就廣義來講 這個我們民進黨幾乎所有人 都是應該要被他通緝的 所以我們也很樂意被這個環球時報所講的 來通緝我們 明天就幫你寫一篇 就是按照他們的反分裂國家法 只要不是支持統一的 就是他們反分裂國家法 必須要處理的範圍 所以我認為說這些東西 對於台灣來講 我覺得只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 就是說動不動 你就拿反分裂國家法 來弄這些東西 動不動就是說 這個只要不是統一 我們就是要逮捕你 我們就是武力攻擊你等等 這些東西對於台灣人民來講 都是負面的 也是把這個台灣跟中國之間 其實距離就是越拉越遠 那至於說它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講 或是對台灣的年輕人來講 不見得是有幫助的 像之前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小米手機 就是說這個在介紹的時候 這台灣區的這個 這個總經理在介紹的時候 還把台灣跟中國 列為兩個不同的區域 就沒想到讓這個小米機是中國的 中國網民又這個玻璃系又碎裂 就是說台灣跟中國應該是一起的 那為什麼分兩個來講 那或是說我們現在其實在跑步 常常會用到一個 Garmy的這個手錶也是一樣 Garmy的手錶其實我們在登錄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國家的選項裡面 就是台灣就是一個 中國就是一個 那現在Garmy在中國也有在銷售 那這些中國的這些人 網民又崩潰了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個台灣跟中國 台灣跟中國 為什麼不是同一個選項 那逼著這個綱民他們就要道歉 就是說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是讓台灣人民 其實更反感的說中國的一些做法 那所以就算你有一些懷柔一些政策 你想要吸引台灣的年輕人過去 那其實台灣年輕人 其實要考慮的東西也很多 就是說第一個 我覺得就台灣的這個 政治現實的環境來講 我們這些20歲30歲這些人 大部分就是所謂的天然獨 就是自然獨 那台灣獨立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跟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在很多年輕人裡面 其實都已經根深蒂固這個觀念了 就算你說用一些比較好的一些政策 吸引這些台灣的年輕人過去的話 也不會說因為過去多賺了幾毛錢 或者說過去有好的工作 就會改變 就說我這個在台灣 把台灣視為是我自己 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想法 我覺得也不會 那當然他必須不斷有這些政策出來 因為國台辦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他們會台31條等等之類 他們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想辦法把我們的人才 把我們的一些人力都挖過去 這是他們要求的 那一方面我認為說 台灣的年輕人 在國家認同這方面 不會因為這樣就受到影響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政府 就是對這一個中國的這些政策 我們自己的因應方向是怎麼樣 怎麼把台灣的年輕人 留在我們自己的台灣裡面 如何改善低薪的工作 甚至把這個國外更優秀的人才 把它拉進來 我覺得才在現階段 台灣政府要做的事情 那你與其這個去講說這個中國 怎麼要對台灣怎麼樣 懷柔啊拉攏啊怎麼樣 其實很多東西啦 就像柯友倫 他這個電影就是不能在那邊上映 你講太多我們演藝人員過去能夠 會台到什麼好處 對啊其實都是假的嘛 放歡結果呢 那個要不要給過的那個批審的這個權力 還在他們手上 就是掌握在中國的手裡啊 那也是沒有用 但是其實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來看喔 假新聞打統戰 學者說中國會利用社群媒體散布不實的訊息 削弱台灣的民主 欸這個聽起來就蠻可怕的 郭誠哥真的是這樣嗎 就是假新聞到處流竄嗎 甚至於聽說現在很多社群網站的農場 訊息農場其實是中國來的啊 那我們就等於是中國控制了我們的訊息 欸說到是不是中國已經到控制喔 這可能還沒那麼快 但是呢我們不能不承認喔 目前這種假訊息的流傳速度喔 現在也有科學的研究顯示 比真訊息要來的快 因為假訊息通常有幾個特色嘛 第一個聳動 第二個呢 往往挑戰到現任的 現在的價值觀 或者是既定的印象 所以大家會特別注意 第三個喔 通常假訊息喔 會講到你有危機意識的東西 什麼不能吃啦 什麼改版新台幣要幾百億啦 有危機感 那大家特別就會恐懼 就會去傳喔 實際上喔 這個中國這方面喔 講三戰 對台灣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喔 其中包括影響我們的輿論 也包括各式各樣的 對他們有利的 或者是這樣的宣傳喔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喔 有人講說這個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但我覺得現在台灣情況是喔 買台灣啊 不如騙台灣 這個各式各樣很奇怪的訊息喔 特別是在台灣大選的時候喔 這個也就有統計 就是在選戰的過程當中喔 各個媒體的點閱率也好 網站的流量喔 新聞開機率喔 都會增加 這個時候呢 更加的難以去篩選 去辨別這個假訊息 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就要注意啦 是是是 選舉已經開打了 對選舉已經開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些選舉的時候喔 還有各式各樣關於事情以外 還有關於人喔 這個人什麼樣 他有些很奇怪 什麼好像之前這個 誰怎麼樣 誰又怎麼樣 這個已經過世很久的人喔 還在傳說嘛 他在發什麼傳真 諸如此類的事情喔 所以目前來講喔 尤其是現在台灣喔 你說要查證一個訊息 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該怎麼去查證 所以前不久那個詐騙集團很多嘛 後來警政署不斷宣導說 只要接到什麼 你就趕快打一個電話 打那個165 你就趕快去查證 防詐騙 這一點 所以這個稍微就把它壓下來 可是對更多的假訊息 你去打什麼電話 不知道 這一點我認為 這是政府的問題 不如騙台灣 就用假消息把台灣蒙蔽嗎 對 現在那個網路世界喔 而且只要隨便去登記了幾個帳號喔 那就可以那個到處亂傳喔 到處亂傳喔 事實上我們經常也會在我們很多族群裡面看到 那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怎樣 不然你吃了之後變怎樣 看了也是心機膽跳 說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對不對 而且比如說他有一陣子傳說 哎呀什麼東西不能吃 後來我發現那個我吃最多 那為什麼怎樣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這個真的應該一個立法 立法要做一個規範 包括中國大陸他也是一樣嘛 你說買台灣 要買台灣也太難 騙台灣吧 台灣騙得每個人都是神經緊張 那這樣的話 也許會達到他們一些 他達到一些恐嚇的效果 那我講賴清德啦 賴清德他說 他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我覺得他出了去嘴而已 我說他出了去嘴 你記不記得去年 去年蘇巧會 曾經提了一個那個 什麼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 他在那個徵修條文裡面 他說我們就以現實來認定的話 他主張要把自由地區跟統一權 這些詞記把它拿掉 那假如你真的是一個台獨工作者 那你帶清德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知道對岸對於台灣的統戰 既然是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麼從了會台之外 現在另外一個方式是 你買台灣不如騙台灣嗎 所以現在中國的網軍 如果說真的是假新聞公事的話 傷害到台灣 就像羅委員說的 其實立法委員也希望 NCC能夠仿效 歐盟要祭出重罰 才能一指亂象 因為很多人在網路當中 包括現在通訊軟體 因為你可能是用吃到飽 你填100個簡訊 一個line出去 或者是通訊軟體的內容出去 其實好像都免費的 不用負責任一樣 那麼年輕人應該更常使用網路 甚至於說網路 反而是他們看其他媒體的 一個重要的連結 所以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影響 現在說中國網軍 入侵台灣 用假新聞這個方式 來介入我們政治 這個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尤其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 家裡根本沒電視 所以所有的資訊來源 都是網路新聞 或甚至是line 那在恐怖的地方 在這個訊息傳遞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訊息來源是哪裡 所以你那個真假無從去辨認 像前陣子你說他們直接去造假說 外國的新聞雜誌媒體的封面 不知道的人收到 就以為這個是真的 所以這個查證的方式 因為網路新聞它轉了好幾首 經過轉傳的時候 你越來越難去查證 尤其是這種 透過組織性的方式 它是有意思的想要